請對他施以極刑 一文邱薇傑呱吉和網紅 志祺七七視網模成立歡樂無法黨 吸引大批粉絲 如今不分區立委名單曝光 果真又夠歡樂 沒看錯列不分區第一的 就是視網模的柴犬柚子 什麼都不會吃最厲害 蒙讀報表被選為榮譽黨主席 但這不分區名單 鬧歸鬧處處是兩點 和基金黨立委參選人陳柏惟合唱 雞排妹向來大膽評論時事 名單中他排在第三名 館長陳志翰第四 還有不少網紅都上榜 至於創黨的志祺七七和視網模 排在十二和十三 專業領域部分 博恩和阿滴負責擅長的 一文和雙語 但其他人可是有嫌外之遺 像雞排就是大家非常喜愛的一個食物 所以我們想透過雞排妹的 這個人物的一個存在 讓大家提醒大家 油炸食物真的非常的危險 雞排妹負責食安 至於館長陳志翰 看身材 負責國防部分 是想要把館長放到國防去對抗吳思懷 哇 我覺得可以這麼說 有些人會覺得這個館長呢 一介莽夫 但實際上來講 他愛國的心跟愛國的力量 不會輸給任何一個人 為什麼這個名單裡面沒有你 為什麼不像別的那樣 因為我已經選上市議員了 做到一半就中途跑掉 我覺得是一件非常不負責任的事情 解釋之餘還酸了一下韓國瑜 但看看名單中 柴犬柚子領先第一 呱吉的寵物貓去排第五 外界好奇名單順序是否影射 養貓的蔡英文和養狗的韓國瑜 這個我倒是坦白講我倒是真的 完全沒有想過呢 因為 非常有創意 我覺得你也蠻適合加入我們 歡樂無法黨 但在這藍綠攻防不斷的大選期間 歡樂無法黨推出五里頭 不分區名單的確引發關注 也驗證當初創黨宗旨 政治也能很歡樂 環宇新聞林靜田 鄭海中 TV報導